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好 现在这一块完了之后呢 接着呢我们就看一下这里面还有什么啊 好 我们先缩小一点 那就是一行 两行 三行 四行 那就四行东西咯 好 我们就开始写吧 那就是在右边 首先呢是点test1 OK 这第一行的文字内容呢是什么呢 好 第一行的文字内容呢是还没有账号 好 第一行是还没有账号 然后呢 第二个呢是这个点test2 立即注册 好 接着呢它旁边呢还有一个这个image是吧 OK啊 image我们先看一下有没有真的小图 有的话呢我们就用 没有的话呢 这里都有是吧 大概是在image2里面的这样一张图片吧 好 那我们就image2里面的这一张图 嗯 接着呢是点txt3 上呢是呃这个位置的话呢我们就用那个了 使用以下账号直接登录 这个位置呢我们可以用p标签呢标记一下 好 把这个呢给它挪下来 然后呢在后面呢就是image我们直接给四个吧 好 当然我们为了去做这样的链接的话呢 也可以用这个a标签呢给它使用啊 给它来使用 好 那我们如果说不做的话呢 你在这里面呢就写一个静态页面的话呢 你就不给这个a标签呢也是可以的啊 我们整也四个吧 好 那就是image我们先看一下 好 在image2里面 这一个 好 它是在image2里面的这个图 然后呢是image2里面的一个qq 然后我们再来刷新看一下 这时候呢里面的东西呢咱们都有了是吧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个一个的写吧 首先呢在这里面呢这一些文字除了这个文字不太一样以外呢 其他的是不是一样的是吧 这个位置的大小呢是12像素吧 是吧 这些呢都是12像素啊 好 量进去的话呢 好 我们给一个14像素 好 那就是 这个right里面的 是它吧 首先呢这个位置呢 不是 不是 这个先给颜色的也行了 再给这一个 这个方标size是吧 给一个14 给行啊 好 我们先来刷新看一下 这双的文字大小呢是变动了的吧 然后第一个的 这一个位置 我们看一下啊 先第一个的位置呢 现在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所写的这样一个位置 也就是说它这一个位置 它就离下边大概从这个位置呢 到上边呢是128的一个距离 好 那这里面呢我们就需要给一个什么 肯定干破股为128px 其实这时候呢高度呢我们可以测了啊 有内容称起来 好 那就先下来吧 对不对 大概在这样一个位置啊 好 然后呢是立即注册 立即注册呢它是一个 16像素的一个大小 好 那我们就先找吧 这一个吧 立即注册 也就是点test2 好 就是这一个到这一个 它里面的funder size为16px 并且呢它的文本颜色是吧 好 它的文本颜色呢跟这些颜色呢是一样的 我们就把这个颜色呢吸取一下 来刷新 是吧 然后呢它底下呢有一张图片吧 这时候呢它底下的这张图片呢 我们给的是什么 Display Inner block 是吧 这时候呢就过来了 对不对 好 过来了之后呢 接着呢我们需要调整的是这张图片的margin level 好 比如说我们先给一个3px 这个距离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去测吧 好吧 那我就不去测了 这里面呢就大致给一下 嗯 我们不给这个 给一个Display 不放到这里啊 image 给这一个image呢添加一个class class呢等于f1不行啊 添加一个fr 添加一个fr 好 到了这样的一个位置 这样写的话呢其实还稍微麻烦一点 那就不给吧 好吧 那这里面还是给它拿一个Display Inner block 好 在这边 然后呢调整一下它的这样一个距离吧 然后呢调整一下它的这样一个距离吧 那就给一个 好 我这个杆 我这个杆 哦 乱写错了 mea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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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这样就ok了是吧 上下呢聚中 好 这一行完成了之后呢 接着呢是下一行了吧 那么这时候呢 它底下的这个距离呢 大概呢也是一个44像素 好 我们就给这个test2 八斤-button 比如说给一个44px 好 然后呢我们再来刷新看一下 这时候呢它挤下去是不是 然后它挤下去之后呢我们再看 这底下呢是图片是需要横着来的对吧 那也就是说它是在哪个底下的 是在test3底下的是吧 好 我们可以给它们呢都添加上一个class fl classfl 好 这些位置呢我们都添加上 ok 这时候再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吧 好 然后呢这每一张图片之间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意外编具吧 这个意外编具的话呢我们就直接 来测了它是在test3底下的image 好 这个是test3 margin-right 好 margin-right呢比如说我们先给一个10 然后呢我们再来调整 然后呢我们再来调整 好 margin-left呢给一个24 这里面呢我们给个24 ok啊 好 那么这一块就完成 然后呢这上面呢还有一些距离吧 那上面这个距离的话呢我们就给一个 margin-right 给一个10 好整体往下走 ok啊 嗯这个位置呢我们再给点距离吧 这个位置的话呢我们就给test1呢给一个26的一个高度吧 test1 这个里面呢没有写到这个test1那我们就给底下的这个呢也行啊 给它一个高度吧 那它的高度的话呢就是30 然后呢再来刷新一下 然后往下来一点是不是 ok啊 嗯再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这些高度呢其实我们测的不特别标准啊 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距离到下边 以及我们这一边到下边呢它这个 嗯不太 它这个里面的设置呢就不太ok了啊 嗯其实 是这样的啊 前面我们这个地方是不是占了一行了呀 所以它就应该是这么测吧 那也就是说距离上边呢是一个80相数啊 我们应该给大了 80相数的话呢就是右边 pending-tope为80 我说怎么差那么大啊 好来刷新 上来吧 是不是大概就在这样一个位置啊 就我们刚测量的时候呢把粉色的也给测进去的 本应该是从这个位置测下来 是不是 从这个位置测下来 啊不是说 就是我们测的时候呢是从这个位置测下来的 应该是从哪里测 应该是从这个位置往下测吧 是不是 好 那么这时候呢咱们的这一块呢也算是完成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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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